北京的警察和武警现在居然把访民们当成战利品争夺并大打出手 武警还让访民作证警察打人 中国大陆民众认为这是中共政权暴力维稳而分赃不均的丑闻 说明维稳已经形成经济链 好多人要靠维稳来吃饭挣钱 同时全中国有很多访民 中共当局根本就不想解决问题 而是让维稳的产业继续维持下去 大陆维权网报道 16名浙江杭州维权人士4月25号下午在天安门上访 他们被武警发现问话的同时跑过来两名警察 据其中一位访民陈美嘉透露的现场情况 那两名警察跑过来一听是杭州来的访民 又是这么多人眼睛都亮了 说发财了 后来两名武警和两名警察及两名保安 把这16名杭州访民压上车时 一名武警说这些访民是他们发现的 因此奖金他们也有份 当法民把身份证交给武警时 警察要武警交给他们 武警不肯 警察就叫他滚下去 武警不下车 两个警察就狠狠地揍了这名武警 报道说北京警察把杭州地方政府视为聚宝盆 把杭州访民看作摇钱树 据访民介绍 北京警察每抓住一名访民 杭州当局都会给3万至5万元奖金 此外 访民被抓到北京马家楼黑监狱后 北京方面每天向浙江方面收取访民的所谓食宿费 每名500元 正因为访民身上有油水可榨取 所以北京的警察和武警把访民当战利品争夺 维稳资金被维安人员强夺 说明中共内部什么问题呢 说明现在中共暴力维稳了 它已经形成这个经济链 形成产业化了 就像计划生意一样 严重系统性击犯人权的恶劣行为 好多人要靠这个吃饭 要靠这个挣钱 全国有很多访民 他根本就是不想解决问题 据报道 这16名杭州访民是在4月22号到北京上访 主要是反映地方政府非法征地拆迁 和十八大集两会期间被绑架和非法拘禁 22号当天他们就被关进马家楼 25号他们从马家楼放出来后又到了天安门广场 于是发生了北京武警和警察把他们当成战利品争夺的一幕 据了解27号下午又有两辆公交车载满各地的上访维权人士 送进马家楼关押 大陆张先生表示 中共供养的人越来越多 财政收入不够他们分赃 因此各自利用手中的权力对民众进行抢劫 他认为中共现在越来越黑社会化 而因为内部为争夺利益互相争斗 社会矛盾也积累严重 因此将加剧中共的灭亡 感谢观看